嗨 我是Brown 今天要講一些創業的小撇步 都是我自己的個人經驗分享 相信很多人的夢想 就是能夠擁有一家屬於自己的店 Brown自己也是出來創業開了一間店 開店真的非常辛苦 但是就是為了那一份夢想而努力 現在這個疫情的時候 出來開店可能不是非常的適合 除非你的眼光非常的準確 每一分錢都要花在刀口上 今天就來大揭秘 告訴大家我是如何利用淘寶掏出一間店 不管你是未來想要開店 或者已經是一位店主了 今天的這一部影片你千萬不能夠錯過 省錢就要從這一刻開始 待會要分享的呢 前提是你必須要有認識的水電工或者是工班 這樣你掏回來的東西呢 才有人能夠幫你安裝 那我們就從門口開始介紹 第一個要講的就是這個立體刻字 就是招牌上的黑子 在台灣的話 會是海綿 然後加一片牙顆粒 我有請台灣的招牌店 估過齁 這樣子這幾個字合起來的話 跟大陸那邊我就會套回來 這個在台灣 將近是十倍的價差 不過台灣招牌店 是有行安裝的 這個是請大陸賣家 做好寄來 我再請我水電朋友 外號歐陽嚕嚕 來幫我黏的 至於上面那個燈箱 其實大陸也可以做 算是安裝需要吊車 只能台灣買台灣裝囉 然後是這個草坪 這個是油價立業款式 跟台灣的價錢是兩倍價差 上面這個鐵翼雷射切割的LED背光小招牌 台灣五千起跳 招回來韓運兩千多塊而已喔 接下來我們就往店裡面看吧 你們看選雄在那邊waiting 等我進去 像這個法首招回來幾十塊台幣而已 台灣都要上百塊一個 首先全店一樓的燈具 都是LED的 相當的省電 而且都是淘寶買的 在台灣什麼DQ啦 轟什麼X啦 都非常的貴 而且款式不多喔 淘寶上面的款式齊全眾多 只是你必須要告知賣家 你是台灣用電110V寬電壓 否則買回來裝了 在關燈之後會微微的閃爍 這點需要注意 然後是霓虹燈 這個我做了兩個 一大一小 小就是我們出去擺市集的時候可以使用 它可以電池 也可以插電雙用途 在台灣做一樣 一片最少都要五千起跳 那在台灣做一片我可以做兩片 所以說買淘寶的喔 反正只要是需要插電的 我務必要跟賣家說明 是台灣用電110V 他們會幫你用成台灣專用的 或者是範圍在110V到220V 都能用的 旁邊那個垃圾桶是還不錯喔 跟台灣的價差不小 只是運送中可能會碰凹 但是因為很復古 所以就算碰凹其實也還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垃圾桶 非常的工業風 接著這個吊櫃 我買回來差不多台幣4千多 還有寒登喔 台灣同款式起碼要2萬 所以就 牆上的擺設裝飾 也都是淘寶買的 搜尋鐵皮化 或者是復古車牌就行了 一個是幾十塊而已 其實不貴 但是量大的話會很重 你買的時候要留意一下重量 然後這個大窗簾跟上面的槓槓 還有冰箱的貼紙 也都是淘寶買的 全部都可以客製化喔 槓槓的長短啊 窗簾的長短配啊 貼紙的大小張都可以做 你只要把尺寸量好 給賣家 它就會幫你做 接著是重要的設備就是這台咖啡機 它不是一般家用那種蒸氣很弱的 它可以一邊沖咖啡一邊打奶泡 蒸氣很強 先來開給大家看看 有沒有看到它的蒸氣非常的強 是吧這是一般家用機所比不上的 在台灣要賣三萬四千塊 我從淘寶買回來韓運半價 但是因為我們是店家 一定有220的插座 所以我買回來 只需要一個轉接頭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然後還有製冰機 不過是機米也就不拍了 但是大陸跟台灣的價錢 也是差的畢竟裝備就對了 接著這個泡泡燈 台灣沒有很好買齁 他們是一個字一個字賣的 也不會太貴 還行 然後這個草坪呢 跟門口是一樣的 就很多的 牆面的裝飾也都是淘寶拋的 這是整組一組 還有說明書教你怎麼貼 按照順序就夢得出來 DIY就行了 接著我們三輪車的電力輔助 電池兩地的價差是雙倍 電刷馬達的價差也是雙倍 我拋回來 找人家裝的工資是3500塊 台灣買一顆電池要2萬 電刷馬達也是2萬 反正一樣是大陸貨 結果台灣廠商只過個海水 就賣天價 然後假裝很照顧創業人 結果大賺黑心錢 那我在這邊說明一下 淘寶買的所有東西 有損壞故障 像我買一堆杯子 有貨啊 我直接通知賣家他們立刻就會補給 包含設備的零件也是 不像台灣的都會一拖再拖 賣的時候積極有耐心 你只要退休換的時候就不乾不脆了 真的非常的考驗 然後是這一片鐵意工業風的屏風 大陸跟台灣的價差是雙倍 可是它還蠻重的 然後回來你要自己製裝 所以運費不太便宜 不過它就算海運也比台灣賣一直還便宜 一片一小片在賣 像這樣子整面牆的話呢 台灣估價差不多5到6萬 不含裝 然後我從淘寶掏回來 大約是2到3萬 含運也是很便宜 然後像是這個窗簾啊 這個很酷的重金的 還有這個美國國旗窗簾 像這個窗簾呢 跟前面大窗簾是不同一家買的 可以客製畫上面的文字 看你想改什麼英文就跟賣家說就可以了 出貨很快 然後2樓的東西 牆上所有的唱片海報 還有這個鐵翼裝飾 也都是掏的 有沒有這個窗簾也是跟樓下客製畫窗簾一樣的 差不多 大象牧的話大概就是這幾樣 其他小的很多也都是掏寶掏的 那我這邊就先做省略了 這些所有的東西就是我從淘寶所掏回來的 我還要掏一組沙發床 然後吧台其實也可以掏回來喔 它是組合式的拆成幾個部件這樣的運過來 到了台灣你還是要自己稍微做組裝 然後這邊要提醒大家一下 在我們台灣海關的法規上 木製的產品必須要上漆 或者是你有屈從的證明 才可以進來台灣 不過空運就沒有這個問題 而且空運的運送時間快得非常的多 當然空運的運費也是非常的貴 將近海運的雙倍價錢 然後淘寶的官方集運 通常只能運一些比較簡單 比較小件的商品 包裝的尺寸規定 大家一定要留意 過大或過重 他們就不接受轉運 這邊推薦一家大華集運 他們的服務很好 我所有的大件家具 或是商品 都是請他們運的 不過也有體積上的限制 如果大家要使用大華集運 然後也是要留意這個部分 那麼今天就介紹到這邊囉 假設你有什麼疑問 你可以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喜歡這一類型的影片呢 你也可以幫我點個讚 跟我說你喜歡這樣子的影片 我之後再多拍一些放夜開店的心得 分享給大家 喜歡我的影片 就請你訂閱、分享、按讚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我們下次見囉